这世界上不存在 这么多的对与错 不存在什么是最好 什么是最不好 Love grow in space 当有空间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念对方 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对方对我们所做的好 而不是去计较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价值女人的幸福之道 我是信红 我们的信苏 Be truly attractive 成为真正的高价值女人 获得属于你的幸福 即将推出啦 如果你来自马来西亚 那我们欢迎你在6月9日 星期五的下午4点 来到吉隆坡城中城 KLCC的海外花纹书室 来参与我们的新书分享会 到时我跟Alan也会在现场帮大家签名 还有拍照哦 如果你即将参与 赶快来扫码填写这个表格 让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小礼物 要送给你哦 我们到时候6月9日下午4点不见不散啦 那今天呢 我还是在日本 那我来到了日本的东京 然后今天是我来到日本的第11天 也就是我独游的第11天啦 那在这11天当中哦 我真的收获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体验了很多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体验过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觉得这11天当中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成长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到底独游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 那我就从京都来到东京嘛 然后我一来到东京的时候我对东京的第一个印象呢就是 到底东京的人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啊 东京的人为什么都在跑呢 因为我第一眼我看到的时候是在火车站 我很好奇啊为什么你们要这么赶呢 明明交通很方便啊 这个火车过了两分钟就来了 到底大家都在感觉什么啊 可能就是一种习惯吧 就是一种生活节奏非常的快的一个一个方式啦 因为今天呢我吃得非常的饱 所以我晚餐呢我就去买了沙拉还有香蕉 那现在呢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边吃 然后边分享在这11天当中我的收获啦 那首先呢就要来说说为什么我会自己一个人来旅行 其实独自旅行一直都是我很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只是我一直都没有勇气去做而已 那这一次呢真的是突破了我自己 他出去了我完全不后悔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我收获最大的就是呢 我更加的认识我自己 那当自己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呢 自己的所有的弱点都会被显示出来 这些弱点并不是在之前不知道 只是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会被放大 他会被凸显出来 然后被自己所看到 那就比如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发现到我自己对于做决定是很难的 我一直都知道我自己有选择困难症 那当有非常多选择的时候 我是很难做决定的 就比如说太多食物吃的时候 我很难决定我要吃什么 如果有太多地方要去的话 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去哪一个更好 在过去的时候 我总是会有这种选择困难症 然后我不知道做什么选择的时候呢 很容易的我就可以问Alan 就让他去决定 啊我们要吃什么 我想吃这个 但是我不知道要不要吃 哎呀我又想吃那一个 然后最后他决定 所以我都OK 但是当我自己一个人来到自己旅行的时候 没有办法了 我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做主 就发现说其实我真的很犹豫不决 我会想要去吃最好吃的食物 所以我会不断的去 research 不断的去看Google 不断的看很多的review 哎呀这个会不会是最好吃的 然后我想要去吃这间的 但是我想 哎呀如果那一间的话更好吃怎么办 我又会去看 所以就会发现我自己花很多的时间 在去做决定这个过程当中 那不是说做决定不可以花时间去research 去review 但是我发现说不管我看来看去选来选其 到了最后我还是做不出一个决定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反感 然后对于我自己的这一个这个缺点 我是知道的 但是一直到我跟我自己相处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它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更加深称的去看我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真的的问题不是我无法做出选择 我真的的问题其实是我担心 我所做的选择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担心我做的选择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才会拖延去做选择 那在人生当中呢 其实一切的拖延啊 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想要去完美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我不能够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还没准备好 哎呀我不能够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们大家都在拖延不去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们担心这个结果不如我们预期 我们想要的那样好 但是这世界上真的有完美这件事情吗 这世界上真的有最好最好的决定吗 其实没有啊 每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决定 只是我们想要的决定 我们当时会觉得适合的决定而已 这世界上不存在这么多的对和错 不存在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不好 在整个旅程当中 我意识到我自己多么多么想要去完美一切东西 我想要去完美的计划 完美的顺择 但是也因为我想要去完美 我拖延 有可能我早一点做决定的话 我就不需要花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有可能我花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看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并没有帮助到我做决定 那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去放过我自己 我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自己 没关系的 比如说可能我吃了一家没那么好吃的餐厅 我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餐啊 或者说我可能安排的那个行程让我不断的走回头路 明明去了 明天又再去 我就告诉自己说没关系啊 我还可以再去一次啊 我们不是完美的 不需要这么的纠结 不需要那么的苛刻的对待自己 原谅自己 放过自己 只要我们当下做了一个我觉得最合适的决定 那就OK啦 接受自己 我不是完美的 也很OK 那第二个呢 我所收获的东西呢 就是呢 我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个独游是我的第一次 在过去我的人生 我都是可能跟家人啊 跟朋友啊 或者是跟Alan啊 一起去旅行 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很想要自己一个人去独游 但是我就是缺了那个勇气 这一次我真的很感恩自己 有那个勇气去做出这个决定 虽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真的想很多 真的很担心 担心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但是呢 是如果我跟Alan一起去的话会更好 我们可以一起享受啊 我们可以一起看啊 因为他也是挺喜欢日本的 但是我很庆幸的是 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自己一个人出来 我觉得这十一天当中 我真的体验了很多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人住旅馆 一个人住酒店的时候 其实 我有一些时候还蛮怕的 可是呢 这个恐惧 没有人帮我去解决 我就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解决 用着我的信念 然后去安慰自己 然后去告诉自己说没有问题 没事的 或者说 我自己一个人去迷路 自己一个人去迷失在街道上面 然后自己不断的去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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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去逛 或者我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去计划 自己一个人去看风景 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来 那人生就是需要有不同的体验来去丰富啊 如果我没有这一次自己的独游 可能我还我还会一辈子一直想念着 嗯我真的好想要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哦 但是我有了这一个经验之后我就会发现说 嗯 自己一个人独游是很好啦 但未来我会更加想要跟我的伴侣一起来旅行 因为那个感受是更加享受的 但我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坏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自我成长 就好像上一期影片当中我所说的 人生不应该只有一个味道啊 人生有酸甜苦辣 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一直不断的去选择甜甜甜 我们也应该要去体验一下苦是什么味道 酸是什么味道或者是咸是什么味道啊 这样子我们人生的这个经验之才会很丰富嘛 而且我还收获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就是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温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日本的温泉 那只是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去温泉啊 就是大家都直接全身透光光 因为在我所成长的地方 至少我们去温泉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包着一个浴巾啊 或者是穿着自己的内衣这些 但是当我来到日本的时候 我去到温泉的第一刻我吓到了 我有那个文化冲击的那种感觉 哇大家都马上直接透光光的耶 然后很正常的这样走来走去 全身上下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后来我就说 嗯 每个人都这样子啊 所以当然我也直接的融入我就这样子了 那我去了这个温泉之后 我也有了一个释放 也就是关于自己的身材焦虑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女性呢都会对自己的身材有所担忧 就觉得哎呀自己的身材不比别人的好 我们总是会去比较 然后就造成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焦虑 但是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哎其实大家都很开放耶 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耶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的在担心 你怎么看他耶 然后也没有人在遮遮掩掩 大家都是这样子 直接这样子光光的这样走来走去啊 有老人 有年轻人 也有小孩 啊是女性而已啦 女性而已 然后大家都很OK啊 其实 你有六块腹肌 你没有六块腹肌 你有肚男 没有肚男 你是肥的 你是瘦的 都OK啊 经历了这个温泉的体验之后呢 我一发现其实身体啊 每一个人都有 你有的 我也有 我有的 你也有 我们真的没有必要的去过度的去担心 过度的去焦虑自己的身材 其实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来到我第三个收获呢 就是呢 感情当然更好啦 那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才能够更能够去体会到 Alan一直以来所对我的付出 像是之前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呢 我不用担心呢 有没有带水 我不用担心呢 有没有带雨伞 我不用担心呢 书包怎么拿 我不用担心呢 钱 很多东西我都不用自己一个人去处理 那当然我很珍惜他对我的付出 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去深感其受 不会真正的去体会到他所为我这些付出 到底有多多多多细微 一直到没有了之后 那当我来到这趟旅程 所有东西都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一下 自己去处理的时候 我才懂得怎么去感恩去珍惜 我的伴侣一直以来为我的这些 默默的小小细微的这些付出 那Alan也一样啊 因为在过去当我在家的时候 所有家务事都是我一个人包办嘛 那Alan也会做 但是更多小小的每一天的那些细节啊 像是桌子上的东西啦 收拾啦 我们的狗狗啦 还有洗衣服啦 晒衣服啦 很多小小的细微的东西呢 都是我在处理 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呢 Alan就每天都说 哎呀家里好乱哦 家里好乱哦 然后就跟他说 诶魔法不见了嘛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我们不会去体会到 当有空间 我们有更多时间去想念对方 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对方 对我们所做的好 而不是去计较他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感情也会进步 那不论你现在是单身或者是未来 你会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一定一定要记得 在进入一段感情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保持自己 你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你不能够失去这一个独有的这个个体 你的这个自由 我们不能够因为有了伴侣之后 而过度的去依赖对方 而不能够自己独立的去做主 因为过度的去依赖对方 也会给对方产生压力 而这一个产生压力的感觉 渐渐的都会变得不健康去了 当我们继续的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的时候 同时间也互相的依赖 那我们才能够一直持续的互相吸引 那以上的这些就是我自己独有的收获啦 我也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可以鼓励到你 想要踏出那一步想要闯出去 但是没有勇气的你 只要做下那个决定 买下你的机票 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体验 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去体验 你可以自己去收获 你可以自己去成长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啦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给我点赞 有任何的话你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分享这支影片给你觉得很需要的人 同时间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 我们每个星期六都会上了新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